歡迎收看西九龍交通總站巡禮第31集 今集和之前有點不同 因為我們今次得到九龍城區的網友Ronald主動協助 他對我們提供了不少的寶貴意見 在這裡我們首先向他致謝 今集介紹的地方是土瓜環 他在紅磡和九龍城之間 是一個有相當歷史的住宅和工業區 他和紅磡很接近 規劃亦都和紅磡相似 由於位處市區 土瓜環的交通亦都算方便 但他至今未有鐵路直達 其實我們好少來到土瓜環 聽著剛才跟我說過 有些親戚朋友住在這邊 但這幾年都是坐車經過土瓜環多 站在這裡的字數十隻手指都數了 所以我們在拍攝之前要做個功課先 第一件事就要了解這裡為什麼叫做土瓜環 土瓜環照字面讀應該是土瓜灣 但在香港廣東話裡面 和長沙灣一樣 習慣將灣字讀成環字 那土瓜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大家經常用來煲糖水的番薯 土瓜環的名稱來游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釋入土瓜環對出的海深島 即是現在的海深公園的形狀好像土瓜 所以這個海灣叫做土瓜灣 而另一個說法就是這裡的居民 是以種植土瓜為主 故事將這個地方叫做土瓜灣 土瓜環做了1819年的新安原寺已經有記載 當時是九龍半島少數的村落之一 但村落在1920年代隨時發展而消失 現在下鄉道和落山道交界的土瓜環天后廟 可以說是唯一由當時流傳下來的建築 它在1885年建成 土瓜環雖然在漸前已經開始城市發展 但之後初期仍然比較荒謬 直至九龍城碼頭在1956年啟用之後 土瓜環才是迅速發展成為工業區 1960至1970年代 國英政府在土瓜環進行大規模填海工程 令海岸自從土瓜環道向東移去海深島 令到海深島和九龍半島連成一體 當天的工程1972年完成之後 政府保留了島上的魚尾石和海深石 建成海深公園 而島上的龍武廟就搬到土瓜環天后廟 除了工業區之外 土瓜環在1970年代就開始大型住宅建設 1970至1974年間 香港貨公協會的樂民新村 在紅燈山山腳落成有九座樓宇 1978年至1979年間 恆生銀行將偉輪沙蟲舊子 重建成位行昌新村 都建有30座樓宇 目前是土瓜環最大型的私人屋苑 由1980年代開始 土瓜環區內有多項基建設施落成 另外部分舊區也都開始進行重建和翻新 1982年 機場隧道和東九龍走廊啟用 連接九龍灣至紅磡 並且由東北至西南貫穿土瓜環 1983年 在樂民新村南面的高山劇場落成 成為九龍主要的粵劇表演場所 1990年代 土瓜環部分舊區 開始進行改建或重建工程 1998年 土瓜環六階舊樓 重建成殷榮花園 而珠光戲院就重建成海月浩亭 之後那一年 碼頭角牛房就改建成牛排藝術村 2003年 天廚中心重建成為奧雲峰 2007年 九龍城碼頭旁邊的煤氣藍廠 就重建成長龍灣 為了配合啟德發展計劃 土瓜環區內 仍然有各項重建工程繼續進行 我們相信在未來 土瓜環會有更新的面貌 這集主要介紹土瓜環區的小花總站 和未來的港鐵計劃 至於土瓜環裡的九龍城碼頭 和它所屬的巴士總站 因為規模較大 我們會留待之後再介紹 這裏是譚公道 有多條紅色小巴線在這裏做總站 是1980至1990年代 這裏只有在近碼頭圍道維持做總站的土瓜環 至外民村晉文苑的紅色小巴線住站 當時這個總站 也因為輪近珠江戲院 所以叫做珠江戲院小巴站 珠江戲院在1990年代中拆卸 重建成現在的私人住宅 海越豪亭 這裏陸續有不同的紅色小巴線做總站 分別內往美孚和荃灣 它們全部都是以涵公道做巡難點 上車之後繞經紅磡 然後不停站直上西的龍走廊 由於路線方面快捷 所以深受乘客歡迎 至於旁邊的北帝街 它就是由潮州商會聯會 開辦的土瓜環至旺角線的總站 這條線比較特別的是 來回程使用完全不同的行車路線 去旺角就經太子道西 而回到土瓜環就經偉里道和紅磡 而回程修位亦較去程高 在九龍城道和夏香道交界近銅興花園 東九龍走廊橋腳的位置 以前是九龍專線小巴82號的總站 82號在2007年開辦 來往九龍城道至荷文田九龍醫院 循環線、經碼頭圍和阿佳路街 它和以前在偉航新村造總站的82M一樣 由接揮汽車營運 但當時只派一架車行走 因為82號客量稀少 一年後就連同82M一起取消 這裏是美線同道近駱山道 在九龍專線小巴27M的總站 站名叫做駱文新村 27M往返旺角港鐵站 經駱文新村、高山劇場、佛光街、培政道 和旺角 我由1980年代尾至2000年代初 每年都會乘這架小巴至少一次 不過我通常過了高山劇場就會下車 不會帶來這個總站 27M在1983年開辦 行車路線至今沒什麼大變動 它主要服務土瓜灣 何文田的居民往返旺角 在翻譜學時間 仍有不少何文田學校區和香港公開大學國私生 使用這條線 何文田只重建入伙之後 27M的客量再一步上升 零八商家鐵輔助線 還往何文田常洛街至旺角港鐵站 主力服務何文田村的居民 這條輔助市曾經有特別編號 27MX 但現在又叫做27號M 我們會在何文田專介紹那條線的總站 新界專業小北105和105S的土瓜灣總站 是在高山道這裏 105往返張關道康城花園 在1998年開辦 服務康城花園 翠林村 寶林 內往九龍城和土瓜灣的乘客 途徑觀塘繞道和張關道隧道 由於路線直接快捷 加上班次頻密 深受乘客的歡迎 在下午繁忙時間去張關道方向 通常在這裏已經坐滿 2011年開始 營發需更加提供通宵服務 編號叫做105S 服務時間由午夜到凌晨3點 行車時間和105一樣 但車費就貴些 這裏是浙江街益峰大廈對出 九龍專業小巴26號的總站 26號來往九龍港鐵站 服務土瓜灣 學園工業區 海日豪園 洪瀡港鐵站和阿士天道 在1995年開辦 初次在洪運常安街做總站 1997年才延長來這裏 1998年 海日豪園入火之後 繞京華海日豪園 隨著洪瀡灣填海區發展 26號在2009年分手了一條 叫做26號A的輔助線 來往香港理工大學生 宿舍至九龍港鐵站 我們之前在洪瀡仁湧街 都介紹過26號A 這裏是偉行昌新村的偉景街 近住九龍城碼頭 是九龍專線小巴7號和28M總站 7號在1982年開辦 往返尖沙咀東 主要逃經土瓜灣、紅磡和尖沙咀 直達尖沙咀一些沒有巴士直達的街道 包括金馬倫道、加拿芬道、科學館道、摩地道 所以有少量獨特的客員 但不少去尖沙咀的街坊 多數都會選擇價錢比較便宜的巴士 28號A往返旺角港鐵站 經馬坑沖道、常勝街、佛光街、培政道、旺角 它在1983年開辦 主要服務位行昌新村、土瓜灣、碼頭圍和何文田 往返旺角的居民 行車路線至今沒有大變動 只在203年開始已經當時新落成的 何文田村巴士總站 去到洪瀡西村做總站的27M 可以說是佛光街、孖寶 而且亦是由同一個營辦商營運 另外有一條已經取消了的小巴線82M 亦都是在這裏做總站 它在2007年開辦 來往落府港鐵站 途徑九龍城碼頭、宋王台道和九龍城 由接揮汽車營運 雖然它可以接隔港鐵站 但落府本身不是交通樓 這條線沿途人林密集的地方也不多 所以客量比較差 開辦了一年之後 接揮就放棄經營 而這條線 就因為沒有承辦商願意接辦而取消 這裏是洛山道和浙江街之間的一段碼頭圍道 近土瓜環道公園和土瓜環市政大廈 港鐵計劃在這裏興建沙中線的碼頭圍站 2002年 九地公司提出沙中線定線方案 其中一個站被建議 在落山道和碼頭圍道之間的土瓜環道地底 因為車站在碼頭圍道附近 所以站名叫做碼頭圍 另外一個土瓜環站 就設在土瓜環道近 香港萬人輔導會地底 所以兩個站 剛剛和所在位置的實際地名 反過來 我們會在碼頭圍那邊再介紹土瓜環站 2004年九地公司以未來人口增長放緩的理由 建議將碼頭圍站和土瓜環站合併成碼頭各站 位置在先前建議兩個站的中間 這個方案遭到居民的強烈反對 兩地合併之後 港鐵繼續規劃沙中線 2009年港鐵公司宣布 恢復土瓜環站和碼頭圍站的並存的方案 同時更改沙中線的走線 將碼頭圍站向西移到碼頭圍道 說可以方便更多土瓜環的乘客 港鐵的計劃在2010年得到政府落實 有人認為這個站根本就是土瓜環 不是碼頭圍 所以不應該叫做碼頭圍站 港鐵公司近期將碼頭圍站加著樂民站 意味它靠近樂民新村 而樂民站可能成為這個站落成之後的名稱 碼頭圍站會設有三層 地下一層是車站大堂 而地下二層和三層都是月台 車站設有四個出口 分別通往江蘇街、樂山道、樂山道遊樂場和土瓜環道公園 這個站計劃在2012年動工 大約會在2017年啟用 我們能親自的開始 是跟思維的 橋外底支撲 這個月是非全世界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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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Okay